大家好,欢迎收听《望向快报》 今天六节目的日子是2020年6月27日 这里有个新世难记得台阳 还有社长Raymond Wong Raymond Wong,走开了 还在加拿大的家产生 各位网友好 在节目开之前,刚听给个like可以分享朋友 最重要是订阅我们的频道和按旁边的小铃铛 有新节目通知你 继续向齐抗疫拼经济和反揽钞的声音 全揚开去 今节我们就来 外面的媒体 所谓外媒 不停封传一件事 就是说 获奈又再加强并收紧现金使用的问题 就这样的 因为现在7月1日 先讲一个理由给大家听 7月1日 河北省的银行 就要记录 譬如你如果在那里提取 10万元人民币 或者转钱 转10万元人民币现金 你不知道那些钱是哪里的 不知现金 总之是现金 如果是现金的10万元 你进入下去 它就会 要记下每一张银子的号码 现在说就是这样 实际的操作 很大工程 十万元 大概 十万元 一千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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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有自动 读那些数码的机 他只能记下 他在数银子的时候 就读你那张钱的号码 应该是这样的 我估计的操作是这样的 没理由用手抄 因为手抄 你起码几个小时 没可能 是机造的 实际上 就不是那些人说得这么复杂 但是有些人就开始传 因为你这样要记录 那就是中国的走资压力太大了 资金出逃啊 怕 所以才要加强管制热金 其实不是的 现在这样说 就是告诉大家 这个政策 上年11月已经说出来了 其实我上年11月 上年12月就在北京 11月的时候 我已经听过别人说了 这件事就是 现今管制会加强 最主要是一个 其实不是走资的问题 最主要不是走资的问题 是社会已经进步到一个程度 那些走资漏税 那些东西是需要加强管理的 就是防走资逃税 是啊 走资漏税 其实最主要是防止走资漏税 就不是资金出逃那些东西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国家发展到这个水平 其实这些东西是一定会做的 任何国家都会做 比如你在澳洲那些地方 其实很少人会用现金的 是 尤其是你出粮啊 甚至乎交易啊 普通你买 做些 在积极市场买东西 都是用银行卡多的 是啊 主要是用银行卡 当然了 澳洲那些 微信支付都有 但是不是多 就是这么说 主力都是信用卡 和银行借记卡 如果银行借记卡和信用卡 那些资金流向呢 政府是可以很容易监控得到 那现在内地就因为 其实我记得以前我朋友做厂 有时候都叫我帮他 就是和他一起去拿钱 就是月底出粮 他拿一大盒现金回去厂里出粮的 那这些情况呢 就现在 据我的了解 还有的 但是会越来越少了 因为呢 就是 如果你说 全部的钱 你拿出来的时候 都要记啊 又要什么呢 虽然他是用基毒的 但是呢 你始终都是会有 一个不方便 那个时间都会长了 少少那么多 那 还有呢 有些人呢 就宁愿说是 反正都是 会报上去 就是人民银行的啦 那就是你大盒 这些现金 不如我索性呢 就要那些工人呢 就是提供了所有东西啦 全部正正规规 因为有些人呢 其实就是 又是想 就是避开一些东西啊 那他就收现水 那些供应商啊 那些东西 那就是 那当然现水 其实就 不是一个 就是我自己觉得 就是一个国家发展到 某一个程度 这些根本 是应该 不是不用得 是可以用 但是大盒的交易 就绝对避免 但大盒是一定要 监控得到的 就是我自己个人的看法 那其实 呃 美国那些大盒交易 其实都是看得到的 都是政府是追踪得到的 是的 很少说 会拿大盒cash 到处走的 除非你做些不法交易的 才会这样的 或者是电影啊 你电影都见到的 拿大盒cash 哈哈 咖啡店咯 有些咖啡店 一个早上 两三瓶 cash的 都有的 其实这个是一个漏洞 因为就算你做普通一个 咖啡店 假设 那你每天都要处理 这么多的现金 一来 你对你的安全有风险 你难保有人在捕你 趁你收藏的时候 打你劫 第二 就是这个漏税的问题 喂 那我的老板就 带2元 在库袋 喂 你在咖啡店赚回来的钱 是不是应该要交税呢 那这个情况也可以 就是如果 用了 电子货币的 在银行处理完的 做买买都用电子货币的 那这个漏洞 就可以堵塞到 是吧 是啊 就是我认为 其实正常国家发展到 某一个水平 都是全部都要做这些事情 你太多现金 对国家都是不利 那就是这么说 这个试点 最初就在河北 就10万元的 那个额度就是 那去到浙江都有的 浙江和深圳 浙江呢 就30万 深圳呢 就20万 人仔 那商业户口呢 就50万 嗯 就是 就是如果你中小企呢 影响就相对轻微一点 只可以这样说 那 那 现在就 就是当然有这些新闻的时候 当然有些 会穿坐附会 那些时候 哎呀 因为中美贸易战呢 那中国呢 那中国呢 就很想拿着那些 美金啊 拿着美金啊 不要让那些美金走出去啊 但是现在管制的是人民币啊 说什么啊 就是你 哈哈 就是他 我是不明白他说什么的 就是不是很关事 哈哈哈哈 就是不是很关事 都有的 怎么做呢 就是一个鞋盒 就放一些人民币在里面 但是一个鞋盒的人民币呢 都不是真的很多的 都是几十万的 就是一个鞋盒 都是几十万的 不是那么多钱的 就是 就是说就很厉害了 但是实际不是啦 那现在这些人是怎么传呢 他就说哎呀 虽然呢 中国的外汇储备啊 有三 有三万亿那么多啊 但是呢 如果就是那个 美元债啊 计算下去之后啊 那这个外汇储备 外汇储备呢 就会低很多的了 那还有呢 其他的那些什么 美国加分分帮啊 就是那些 美国国库债券 和其他的那些东西呢 那可能呢 都会就是要 cash out 就是要拿些钱出来用啊 因为中国不行啊 就是其实现在是这样吹的 那些人 那怎么说呢 国家其实讲得很清楚 这些是 最紧要就是控制那些 不合法的 现金交易 我刚才说了啦 如何漏税啊 那些是不合法的嘛 全部国家都会管的啦 但是你当你这些新闻 去到外边的时候呢 就会被人拿出来说 哎呀 中国一定很不够啦 现在这样的样子 真的很不够 就是我们其实说过很多次 中国本身一定不会不行 不行的 一定是香港先 是香港 我说了很多次 当然有些人会觉得 喂你这样说 就是塗香港台而已 那我说中国不行的时候 有些东西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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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要面对的 就是我们说的 还有问题就是 其实内地现在正规的人 很多时候都是支付宝 微信支付 搞什么的 根本就不用 不是很用现金的 就算做生意交易 也是支付宝的 很多东西都是 或者直接过数 民航 所以 有些谣言 就是他们这样搞出来 现在还有 有个计划 就会出一个电子货币 中国 那应该2022的时候 应该就会出的了 嗯 这些谈话 就好像消息 好像不是很多 不过它是 就是国家 就在发展着 在这一方面 其实不止中国 是在发展着 其实世界各地 都是在发展着 这一方面的货币 至于这条路 怎么走 我真的 其实都是未知的 我之前有说 Facebook 是想发展的 但是 只是打牢打鼓 要搞这些事情 现在好像没有了一件事 所有 如果你真的要用区块链 变成一个 真的用得的货币 其实后面 一定要有国家支持才行 那现在呢 内地呢 就花很多东西下去 就是宣传也好 或者是推广区块链的知识 那其实 我去年在北京的时候 12月的时候 基本上 新华书店 它最热销的书 就是讲区块链的 还有要教一些 因为很多干部 就是去新华书店 买的那些书 就是最新的 那些学习资料 就是在新华书店 买的 那它是有了书 是讲这些干部 应该 就是最基本的 这个区块链的知识 这些要懂的 那它有几本书 那我自己呢 都买了一部分 但是我 很认真地和大家说 我回来之后 都没有时间看 因为太忙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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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的了解 因为我看了一点 不是看了很多 就是 就是这件事情 中国政府是会强推的 就是区块链这件事情 嗯 就是电子 其实是方便它的交易 就是它是降低那个交易 令到那个 就是政府可以更加清楚 看到资金的流向 因为在19年的时候 就有两个人 就在河北那里 想拿一百万的人民币 过去台湾 那其实大家知道 如果你要拿人民币 现金出国的话 那个限额 额度就是两万 每个人两万而已 嗯 那它就 就是50倍了 那但是为什么要拿 那么多人民币 出国呢 我是不知道的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 那 那当然你在外边 又可以将人民币 是换成这个 换成其他货币 那 我换成其他货币 那 就是我估计 其实那件事的资讯 不是真的很多 就是我看到的资讯 就不是很多 但是我估计是台商 就是我估计台商 它将那些钱拿走 如果台商 会不会就是拿回家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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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因为它没有怎么办 我只是听到它说要拘留它 但是 之后那些我都 就是憑记忆说的 就是 不太知道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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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就 现在常常是要催中国一些不好的消息 譬如 举个例子就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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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 这个 财政 那 那 和人民币就 下跌了 但是 其实人民币都真的不是下跌的很多 那 都是我自己 那 那 那這個當然會有些人是相反的 就是覺得中國很不順 就是要說一件事 我們這些中國大好友來的 一直都是 如果我們說一點比較 不是那麼正面 你們覺得有些某些人 覺得不是那麼正面的事情 已經要出來鞭撻一下的話 那我就勸你多點看一看其他的資訊來源 因為現在其他的資訊來源 已經寫到中國很負面了 那當然你說 蓬其義啊 大紀元啊 那些全部都是一直都是這麼說的 但是現在是多了一些比較正路的媒體 都是開始講這些比較負面的消息傳出來 還有那個解讀 你如果用官方的解讀 有些事情已經是解釋完了 我只可以同意 官方說的絕大部分都是事實 當然我認為 但是中間有些事情 跟事實的距離拉遠了 就是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那現在 在保定那裡 都試過一單銀行擠體 是啊 那不嚴重 是啊 尤其是在河北那裡 有些人開始傳銀行不行 不過在國內的謠言 一般就有辦法對付的 但是在外國的謠言 全國內的謠言 就比較難處理了 很多時候就是在外面才能傳回中國 那這些謠言 始終都是很幸運 始終都是有政府在背後圍著 就是保護著 防止謠言入侵去中國 但是謠言這件事 在外國就視為一種 這個叫什麼 言論自由是一部份來的 說一下而已 說一下會死人的 有些人就是這樣說的 另一方面 關於外面的謠言 就是關於外國的謠言 在國內也傳得挺厲害的 有時候 導致大家的資訊並不對稱 資訊不對稱的時候 很多時候看的看視 都會有一種 大家有不同的理解 我相信資訊不對稱這個問題 所以導致我們有時候會說一些事實 同樣的事實 但是對某些人就覺得不對 接受不了 有些事實 其實有時候很傷人 為什麼試點要在三個地方 第一個在河北 第二個在浙江 第三個在深圳 其實河北就是很簡單的 原因就是因為它是北京附近 周邊 一定要試一下這個地方 第二個地方是浙江 浙江有很多企業 私人企業有很多 基本上就是零售 批發 地產開發 建築 汽車製造 那些公司的資金流量 所以現在他們其實就是內地的做法 就是需要你們不如不要用現金了 你們有些用現金的東西 不要再用現金 全部用銀行過數 或者支付簿這樣做 那在深圳為什麼要找深圳這個視點呢 因為深圳最嚴重的就是有很多人 自己把自己的錢扔到公司 因為創投嘛 那也有些人把公司的錢爆到自己的袋子 就是雙向 我自己在說 如果你創投做過生意的人一定會知道 你一開始的時候一定是自己的錢都扔下去 按了房子什麼東西都扔下去自己的生意裡 好啦 但是當生意開始賺到錢 那你就會拿些錢出來 很正常 但是呢 要報稅的 這個也是有稅簿影響的 還有一件事 深圳是會和香港的銀行一起合作的 基本上大額的人民幣交易在香港都會向上報的 現在 基本上是 就是你傳進去 問題不大的 我相信 但是如果你將它轉成美金或者港幣 那就會有些問號 其實就這些不是 就是我自己覺得不是什麼大件事 不過有很多人就說是走資等等 其實中國從來都有錢流出來的 或者是經香港流出來 但是他一經香港就全部看得到 因為香港其實是簽了資訊交換協定的 即是內地的銀行是可以 即不是內地的銀行 即是內地的官方是可以在香港的銀行 譬如內地人有些人在香港 他有多少錢其實按個按鈕就知道了 或者問一問就知道了 不是真的完全管控不了的 那當然現在那個做法就是 叫你們有什麼大額的交易 全部轉用電子就不要再用現金 基本上是 還有這個也是從另一個角度看 就是打擊到那些貪官 不過你怎麼說呢 那些貪官用現金的日子 就是現在是 他們一早都有其他方法的了 但是現在就更加難了 就是那些紅包那些 那你一過了某個數 現在就要報的話 那你沒理由全部錢都放在家裡 雖然之前這些貪官都是這樣的 放在床下底 或者有一個貪官更誇張 挖了一個游泳池 我忘了給他看回來 挖了一個游泳池 然後錢就放在那個游泳池底那裡 不知道為什麼那個游泳池是漏水的 然後滲下滲下滲下 滲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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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滲下滲下的那些人物是煤了的 哎呀 不過這些是 我記得以前都是看那些新聞報道說的事情 就是說一些貪官的那些壞事 那現在很簡單的 其實我覺得 你說中國會缺錢 我覺得就不會的 就是我自己個人的看法 也不是說要資金大量流出 其實中國資金湧入的壓力 是比資金流出的壓力更大 就是我自己個人的看法 就是因為我認識很多人 都是問我們有沒有辦法 可以將這些錢進去內地 哦 是啊 因為看到你未來的發展 我要先澄清一下 我是中國的大好友 經常都說的 就是 就是要進去投資 是啊 就是要進去投資 因為你在外面 投資是賺不到那麼多錢 在中國才賺到這個錢 所以很多人問 為什麼可以將這些錢進去內地 是很多這些的 其實想進去內地投資的人 是遠比拔錢出來的人多 所以這些西媒這些 其實可以不用管 我自己覺得 不過是要催 他們那幫人 就是要說到中國很不行 就是就算 是輿論戰的一種 是 其實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真的不 其實就是香港不行 因為香港始終都是 那幫 就是黎智英 陳四萬 李柱銘 那些他的後續行動 你都不是很清楚 是嗎 這個是一個風險來的 到現在都是 我認為 所以有些人說 有些人說 你踩下香港 不是啊 我都說明了 一直都是中國的好友來的 當然現在有些內地的網友都說 我說得不對 說得不夠好 好友都不夠好 好友都不夠好 那就沒辦法了 真是不好意思 當你離開事實太遠的形勢 就說不 沒有人相信的 說出來也好 好了 這一節時間差不多了 就這樣 拜拜 多謝大家 拜拜